让我们来认识林同学 林同学已获得赴美留学许可 林同学真是聪明 出发前有许多事情要去忙 林同学要担心的最后一件事 是如何安全地将款项回到要就读的学校 其实他可以不用担心 林同学的学校已选择西联商务解决方案 Western Unit Business Solutions 推出的全球学生支付专案 Google Play for Students 可以让学生轻松缴纳学费 全球学生支付专案 Google Play for Students 提供与林同学情况类似的留学生 快速、方便又节省手续费的方式 让林同学自己 或更加可能是他的父母支付学费 还可以使用外币支付 学校将会收到当地货币的此付款 要向学校缴纳费用 林同学只要完成两个简单的步骤就OK了 首先,林同学需要使用全球学生支付专案 Google Play for Students 并取得付款指示和一组消账编号 其次,林同学需要亲自或透过网络提供银行付款指示 以完成交易 所以,让我们来开始吧 首先,按一下全球学生支付专案 Google Play for Students 的连结 你可以在此选择编号语言及输入个人资料 接着,选择你想要支付的项目 应缴纳的总金額、付款方式和要使用的货币 你将会看到你需要支付的本地货币金額 然后,请阅读并同意所有的条款和条件 但是,不要忘记,你的付款还未完成 缴款单上,将注明付款指示并附上连结的网址 记住你提供的电子邮件的位置 请列印付款指示 直接在网络支付款项或携带该指示前往你的银行 并请对方汇入适当的金额 在你前往银行或线上付款之前 请记住以下三个重要说明 提供的汇率将在72小时后失效 请确保你在期限内付款 银行要将你的款项汇出自西联商务解决方案 Western Unit Business Solutions的时候 请确保银行已加注你的销账编号 这可协助你确认款项是否已经会入你的学校账户 你的缴款单和销账编号仅限使用一次 因此如果你未来要支付其他费用 需要申请新的缴款单和销账编号 就是这么简单 林同学如果拿到学位都这么容易就好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